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海伦凯乐》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他做的有些事情他能做到感觉很多时候我都做不到 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我觉得眼睛是我最大的一个障碍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眼睛 可能也会遭到一些拒绝或者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料的困难 因为我是和正常孩子一起学习 然后我看不见汉字 也看不见老师黑板上画的内容 所以我就是在想象老师说那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需要看盲文书来学习和正常同学一样的知识 跟紧老师的步伐 跟紧学生的步伐 这个《海伦凯乐》讲的他成长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 也是我的一个动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蚂蚁集团的百草 我朗读的是俗女养成记 这张的标题叫做只有保存 没有情 首先是很好奇 很新奇 什么书都可以听 只要下载好 它什么书都可以读下来 这样我获取的知识资源就会更多一些 获取课外知识就会更广泛一些 获取盲文书呢 获取盲文书呢 资源是有限的 就是它的一些普通的课本没有办法去阅读 那么我们就通过招募志愿者 把普通的书录成有声读录 所以蚂蚁集团的志愿者 则是我们志愿者团队的主力军 从小就学生乐学钢琴 然后也特别地喜欢音乐 于是就决定准备为这条道路去努力奋斗 然后我就是以普通高考 以专业的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 对盲人说上舞台是非常好的 可以让我绽放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舞台就是这么一个锻炼的机会 我觉得多上台多锻炼 这样自信就能提高 而且呢我站在舞台上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特别是听到下面的观众们为我鼓掌喝彩 我感觉就是满满的成就感 感觉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个海伦凯乐讲的 她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历 她成长中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觉得她遇到的困难比我还多 我觉得她海伦凯乐都能做到 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我觉得没有输 我觉得我可能就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让我 grab一把 如来 然后照片 我像别人 直接发 chip 碰露 每个人 voy 那一个人